來到史前古文明第四集 今集主要說蘇美爾的亞魯納奇 上次也說了蘇美爾的文明會否在洪水之前已經出現呢? 有沒有考古學上的證據去支持這種看法呢? 考古學家在來尾古城的廢墟發現了一個悲黑 上面是阿術的巴黎柏王自己親自說的 文士之神把藝術和知識賜予給他 亦傳授了亞術王寫作的秘密 令他可以看得明白來自蘇美爾的悲黑 在石頭上的神秘文字刻畫在大洪水之前 所以在亞術王的眼中蘇美爾的文明似乎在洪水之前已經出現了 究竟在洪水之前的蘇美爾文明有什麼重要的神或人物出現過呢? 最重要是離不開安勞大神 其實他是至高神、眾神之王 所有神都要聽命於他 這個神年紀很大 通常世事都不理會 交給他的兒子去管理 其中一個兒子就叫恩利爾 你看到他的兒子恩利爾拿著拳杖 即是很有權力 坐在皇位上 所以他最後承接了安勞的權力 登上眾神之王的寶座 而他最重要的手上是一個命運的泥板 上面是關於人和神的命運 所有人類的君王 怎樣可以成為這個君王 都是透過這個命運的石板去決定的 所以地面上的帝王 當成是恩利爾地上的代表 所以他授權人類作為這個君王 去統治這個蘇美爾 恩利爾本身也有後代 他生了一個兒子叫恩 其實是月神 你會看到這個月神旁邊 通常都有一個符號 就是一個月亮的符號 代表他是月神的身份 是掌控月亮的知識 月亮的軌道 恩本身也生了一個兒子 叫烏圖 有時候會叫沙馬十 其實是一個太陽神 而太陽神本身 他很多時候都不是以人的形象出現 他通常是以太陽輪出現 你會看到這個好像車輪 裡面有8個幅射的線條散出來 所以以後你會看到 蘇美爾的泥板 雕刻看到一個好像車輪的東西 其實這個就是太陽神的符號 是沙馬十或者烏圖 也要留意這個其實是恩利爾 你會看到他跟普通人的體積大很多 所以蘇美爾的眾神 其實個個都是巨人 恩除了生了烏圖之外 也生了另一個女 叫伊斯塔 其實他是金星女神 你會看到他的雕刻旁邊 就會有一顆星 其實是代表金星的 最特別就是他有翅膀 很可愛的 而伊斯塔的什麼特別呢 其實傳說中 他就是利利斯 利利斯是誰呢 就是伊丁元裡面 阿當的第一任妻子 在傳聞中 後來他離開了阿當 就走了去嫁給這個殺彈 所以利利斯跟伊斯塔 傳說上是有關的 安奴另一個兒子 除了恩利爾之外 就是恩基 恩基就是蘇美爾的水神 所以你看到他的肩膀 都流了兩條河流出來 這兩條河流分別就是 佑法拉底河和底格利斯河 所以他跟這個水特別有關 所以學者就研究 原來他跟天空上面的寶瓶座有關 因為寶瓶座本身 都是一個人拿著水瓶 倒些水出來 形象和恩基好似的 你可能會說 這些寶瓶座不是來自希臘文明嗎 留意希臘文明是後過蘇美爾文明的 所以專家認為 希臘的星座是承傳於蘇美爾星座 所以在蘇美爾的年代 其實已經有寶瓶座的形象出現 另外有些專家也認為 除了寶瓶座之外 有另一個星座跟恩基有關 就是飛馬座 飛馬的碼頭 然後馬的身體 有一個四方形 在天文學上面 叫做飛馬大四方 這個四方形在蘇美爾的星座 代表一塊田 因為恩基本身是水神 同時也是龍業之神 所以跟田有關 所以專家認為飛馬這塊四方形 這塊田 其實也是恩基的代表星座 恩基本身也有個兒子 叫瑪爾杜克 他的形象很有趣 很多時候都會跟龍或蛇 出意 叫露蛇 他基本上可以看成蘇美爾的戰神 因為他打仗很厲害 戰無不勝 我稍後都會說 他有什麼重要的戰績 令到他最後可以登上眾神之王的寶座 剛剛提到那麼多的神 包括安勒 恩利爾 恩基 伊斯塔 烏圖 恩等 這些眾神 統稱亞魯納奇 所以亞魯納奇本身不是一個角色 他是一個眾神的統稱 蘇美爾所有的神 都可以叫做亞魯納奇 所以留意他們全部都是巨人 剛剛提到安勒是最高神 但其實他也不是自有永有 他是由祖先生下來的 蘇美爾的神 如果追蹤他最早的祖先 應該是兩個神 一個叫提亞馬特 一個叫亞普蘇 那麼 有一次恩基殺死了亞普蘇 提亞馬特當然要報仇 因為提亞馬特本身是一個很厲害的大神 基本上 那群亞魯納奇 其他眾神是不夠提亞馬特打的 於是眾神想選舉 有沒有一些自告奮勇的神 可以走出來代替他們 去迎戰提亞馬特 馬爾杜克終於自己挺身而出 走出來就說 我就代替大家去迎戰提亞馬特 不過有條件的 就是如果我打贏了之後 我就要登上這個眾神之王的寶座 眾神當然就答應他 於是馬爾杜克就迎戰了 提亞馬特也不約 他有個兒子叫金固 還有他的兒子也找了11個怪物 一起去迎擊這群亞魯納奇眾神 馬爾杜克代表眾神去迎戰金固和11個怪物 由於馬爾杜克本身是蘇美爾的暴風之神 能力相當之高 很快就將金固和11個怪物打死了 金固是提亞馬特的兒子 提亞馬特又要再報仇 因為他的伴侶阿普蘇和金固都先後死了 所以提亞馬特就迎戰馬爾杜克 當提亞馬特想把大口一口吞掉馬爾杜克的時候 馬爾杜克利用風暴的能力頂住提亞馬特的口 令他的口含緊 然後馬爾杜克入了他的身體 拿一把刀一邊飛一邊劏開他的肚 把整個馬爾杜克的身體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 提亞馬特就死了 於是馬爾杜克把他一半的身體變成天空 另一半的身體變成地下 然後把提亞馬特的乳房變成山 而山旁邊形成泉水 提亞馬特的眼睛變成底格利斯河和幼法拉底河 所以馬爾杜克和提亞馬特的神話 可以看成是蘇美爾的創世神話 由於馬爾杜克戰勝提亞馬特的形象 其實已經被我們的文化吸收了 譬如現在很多歐洲一些版畫 你會看到一個聖喬治的人物 打死一隻飛龍 其實這個形象有學者認為是來自蘇美爾 馬爾杜克戰勝提亞馬特的形象 你會看到有其他的符號也是聖喬治 打贏這隻飛龍 甚至我們聖經裡面也有個角色叫做米加勒 一個大天使 他也戰勝了一個以龍的形象出現的撒旦 就在啟示牢有說到的 就是米加勒大戰這個撒旦 將撒旦摔落地下 這個形象其實是像馬爾杜克戰勝提亞馬特的 甚至現在歐盟的首都布魯塞爾 他們的史奇 上面也都顯示了米加勒戰勝撒旦飛龍的形象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文化已經吸收了蘇美爾神話的形象 不過我們自己不在意 由於提亞馬特本身 學者認為他也含有混沌和海洋的概念 即是一個大海洋的一個混沌的情境 而馬爾杜克剛剛大戰這個混沌的情境 有學者認為和聖經創世紀裡面 創造天地萬物的過程有點相似 我們不妨看看創世紀怎麼說 創世紀就是 神創造天地的時候 地本身是混沌的 而且漆黑一片 神的靈混在水面上 所以有學者認為 經文這裡所說的混沌和水面 其實可以看成好像蘇美爾神話裡面的提亞馬特 而聖經裡面的神就像馬爾杜克一樣 所以兩者互相爭戰 最後上帝戰勝黑暗 產生了光明 於是創造了窮瘡 由天空和地下 將窮瘡 以下的水和以上的水分開 然後產生地面和海 所以你會看到 無論是聖經裡面的創造天地 創造海的神話 和蘇美爾神話裡面 馬爾杜克和提亞馬特的大戰 的確有很多相似之處 這是有趣的地方 另一個重要情節就是關於恩利爾和恩基 其實他們不適合阿 因為恩基創造了人類 而恩利爾就不喜歡 於是就引發大洪水去毀滅這個人類 詳情大家可以看蘇美爾神話那段 神話說到洪水下了六天六夜 要衝死人 但是在洪水來之前 恩基教了一個人 叫烏特納比西丁 利用方舟去避開這場洪水 所以你會看到 原來洪水之前 蘇美爾神話已經出現人 和眾神共同生活 在賓夕凡尼亞大學裡面 有一塊石板 說到蘇美爾曾經洪水之前 其實已經建立了五個城市 這五個城市包括哪五個呢 包括艾利都 拉納克 蘇魯巴克 巴地比拉 以及西柏爾 西柏爾特別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在神話中 恩基曾經提醒人類 要把知識刻了 落些泥板 然後埋藏在西柏爾 等洪水之後再掘出來 所以這裡就說了 如何把知識從洪水前 承傳到洪水之後 而這五個城市有什麼特別呢 上次我說的是 亞當夏娃離開了伊地元 山上 蓋印蓋印再向東走 去到羅德之地 而這個羅德之地 和這五個城市很接近 究竟 蓋印是否沿著 底格里斯海 一直到下游 建立了五個城市 因為聖經其實有提到 該隱建立了伊諾城 究竟聖經的伊諾城 是否就是這五座城市裡面 這是有趣的地方 另外 還有什麼聖經跟蘇魯爾神話 有銜接的地方 就是關於恩基 因為有學者研究它 其實包含了假畫的特徵 因為它教曉人類避開那場洪水 是有假畫的成分 而學者也發現 蛇這個字眼 其實背後也吻含了假畫的意思 所以有學者認為 恩基其實 很可能就是聖經裡面 伊地元裡面 引有夏娃式 禁過那條蛇 所以這個就是 第二個銜接位 就是蘇魅爾神話 和聖經之間的銜接位 那究竟蘇魅爾這群眾神的真正身份是什麼呢 我留待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對剛剛我分享的有興趣的話 不妨留意一下我的著作 上帝的貫徒守望者 除了在書局買之外 也可以在Google Play下載電子書 也希望大家去到上帝的貫徒的Facebook專頁 給個Like 最重要就是在YouTube頻道訂閱我的影片 甚至分享給你的朋友 等更多人認識這個古物 因為接下來我有更多精彩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這方面的資訊 下次再見